娘亲,刚才我看到河里有好多的鸭子呢 就这么开心啊,言依欲言黑黑一笑 当然呀 娘亲,问你一个问题哈 24678前面是什么 24678的前面? 宁一针一时没能转过弯来 难道是一? 不是啦,娘亲再猜 宁一针转了转眼珠子 那就是零了 宁一针笑成了一朵花 不是,娘亲再猜 小丫头,光光给你娘亲跳呢 天儿,你知道不 宁一天看了看自己的妹妹 应该是大家快来快来数一数吧 娘亲好飞呀 门前的桥下游过一群鸭 大家快来数一数 24678 这还是娘亲小的呢 这都不知道 娘亲笨笨 宁一针心的 这个臭女儿 果然就是在坑她这个老娘嘛 因一月这两天 抓黄鳝与泥鳅抓出了胃的 几乎呀 是天天往那天间跑 娘亲,娘亲 今天晚上我们吃泥椒豆腐 行,你们拿回去让姜嬷嬷做吧 娘娘,累了吧 要不要奴婢给您提水洗个澡 不用了,你去给梁小致把衣服换一下吧 秀玉兴奋地答应了 姜嬷嬷也是真的很开心 主子她果真是个有本事的人 小月儿,我们去河里捉虾吧 紫苏闷河虾也很好吃 王老师,我们也捉点鱼回来吧 鱼糖豆腐也很好吃的哟 走走走 反正一会儿不管是鱼是虾 我们全都捉回来好了 快来快来,我又捉到一只 好多呀,这只好大呀 月儿,那里有一条好大的鱼 快抓起来呀 王嫂,我还是在这里多陪陪你好了 在这里过得开心 宁怡针一脸嫌弃地看着她 行了,赶紧回去吧 再不回去 小心有人过来把你抓回去 不必紧张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来了 身乎证为老爷就可 北安从善如流 老爷,属下得令 你的主子呢,他去哪了 夫人去田间了 孩子们呢 在外面玩呢 奴才这就把他们叫回来 不必 朕自己去找好了 他们在哪儿 雷安跟着燕凤阳到了门口 指着河边的方向告诉他 公主与太子都在那边玩呢 嗯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忙你的 不必惊弄任何人 燕凤阳出了门 走了好一会儿 东看看西瞧瞧 终于是发现了梁小枝 此时这兄妹俩正在烧火玩呢 余儿 天儿 你们在干什么 一听到燕凤阳的声音 燕一月迅速地抬起了头来 小脸如那山间的春花一般绽放 小身子就扑了过去 父皇 父皇 你怎么来了 月儿好想你哟 你来看 我们在烤地瓜 一会儿就要地瓜吃了哟 燕凤阳立即走过去 伸手接过了女儿 燕一天也跑了过来 轻轻地叫了一声 儿臣参见父皇 想吃烤地瓜了 嗯 妹妹想吃 月儿 这地瓜你们是从哪弄来的 正在帮燕一天拨地瓜的秋月 代为回答了 回皇上的话 此地瓜又叫灭蜀 是娘娘以前从海外带回来的 燕凤阳眉心一拧 你是说 这地瓜种子是几年前就带回来了 是的 一直在缝池山庄种着呢 这地瓜好吃 所以娘娘在凤霞宫的后院也种了不少 秋天回去的时候 就能挖来吃了 吃了烤地瓜 一行人就回来了 还没进门 燕一月就看到了自己的娘亲 立即跑了过去 娘亲 爹爹来了 臣妾参见皇上 皇后至从何而来 去山边看鸡飞情况了 只是皇上怎么突然跑这里来了 朕明天的深沉 什么意思 宁一阵有点懵 两个人有一阵子没见面了 更是觉得有点陌生 啊 老爷的深沉是件大事 更不应该跑来这里过啊 可我来了 我 我 我 奴婢再见 平身 出门在外 以后都称过老爷吧 奴婢见过老爷 娘亲 我这个剪的好不好 坐在椅子上 燕一月举着手中的喜字 让宁一针哭笑不得的 宝贝 你爹不过一个伞生 又不是成亲 贴个双喜字 不尴尬吗 但不能够打击了女儿的心意 宁一针一脸赞许的道 不错 剪得非常好 月儿的小手越来越巧了 真的呀 燕一月开心极了 这个可是他刚刚学着剪的呢 他好棒棒的 爹爹你看 这是月儿给你剪的呀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自己的亲爹 立即举着手中的喜字 就跑了过去 爹爹 今天是你的生日哦 娘亲说了 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 一会儿月儿跟爹爹去谢谢祖母吧 月儿吃早餐了吗 去了 爹爹 鲜黄包很好吃的 这里有好多的螃蟹哦 哥哥和秋月姑姑他们去捉螃蟹 和虾 田螺了 中午还有好吃的 他们去哪捉虾了 要不我们也去 娘亲 我和爹爹去找哥哥了 你自己做蛋糕哦 小丫头 你留下来做得了什么 是打得了鸡蛋 还是揉得了面 去吧去吧 带身衣服去 嗯 父女俩准备出门 突然从外面 走进来一个人 一个男人 一个长得非常不错 成熟 而且 有气质的男人 真妹 快来 有好消息了 真妹 这个男人 竟然叫她的皇后为真妹 一瞬间 燕凤阳的脸色就黑了 男教教 月儿 你这是去哪里啊 男教教 我与爹爹去河里捉鱼了 今天是爹爹生日哦 男大哥 你来了 这位是天儿的爹爹 老爷 这位是我的义兄 莫斯南 义兄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两个字 燕凤阳心头 微微地吃醋 这两人也太亲密了吧 他竟然称呼皇后为真妹 你们忙 我带孩子们去坐下 燕老爷慢走 父女俩走了 德公公与两名暗卫 也立即跟上 公主 您几个义舅舅 都见过吗 见过呀 我四个舅舅都很厉害的 不过 美人舅舅暂时见不着了 他要帮娘姐打坏人去了 美人舅舅 还有一个舅舅 还有一个舅舅比刚才那个姓莫的男子长得更好 我的天哪 德公公眸光一亮 公主 您这美人舅舅叫什么名字呀 他长得很美吗 燕一月 燕一月点点头 对呀 可美可美了 比我爹爹还要美些 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我没问过 我亲爷爷肯定知道 他们是亲戚呀 那他去帮你娘亲 打什么坏人呢 燕一月抬头 就是那回入宫刺杀我爹爹的坏人 娘亲说 坏人不除 天下不安 爹爹快来 好大的一条鱼呀 这是一条锦鲤 通身红红的 嗯 真不小 小心些 别摔倒了 爹爹 这是锦鲤的 养着它 练习就会很好的 送给你 方天 把这只锦鲤装起来 到时候带回去 皇上 您那玉花园的和堂里 比这大更多的锦鲤都一堆呀 这个 您还真要带回去吗 我的个天哪 好在公主没说这条河送你 要不然 老奴还真带不走了 是 吐槽归吐槽 但是德公公不敢不从命 娘亲 娘亲快来呀 好多的鱼 好多的小家呀 娘亲 刚才爹爹还给哥哥 举高高了呀 小牛说 他爹爹经常会给他 举高高的 刚才小朋友们 都羡慕哥哥呢 我家爹爹举高高 举的比别人家的爹爹高 好多好多的 秀玉姑姑 多做些珍珠虾球 那个妹妹与爹爹都喜欢吃 这道菜 燕一月是最最喜欢吃了 秀玉立即爽快的硬了 小主子放心 奴婢材料都准备好了 不少呢 足够吃的 辛苦秀玉姑姑了 不辛苦不辛苦 奴婢就最喜欢跟嬷嬷一起 做小主子们喜欢吃的东西 你先去外面等着 一会儿就好 爹爹 快点 蛋糕来了 一键大蛋糕上来了 燕一月的小短腿可就管不住了 爹爹 许愿了 快许愿了 愿大梁风调雨顺 天下太平 家人安康 愿皇后鱼儿 天儿 开心快乐 你怎么回事啊 突然宁一针发现 自己竟然听到了 燕凤阳的心愿 这也太奇怪了 难不成我拥有了读心书 这 这这 梁小枝也已经是玩累了 准备各自回去睡觉 爹爹 快来睡觉啦 睡到自然醒 真的是舒服极了 走出门 雷霆正在门外候着呢 公子与小姐呢 雷霆立即来禀报 回老爷的话 夫人带着公子与小姐 在河边练功 哦 去看看 是 老爷怎么不多睡会儿 您平时很难有机会 睡个懒觉 昨晚睡得好 睡足了 你们天天就是这样练功的吗 天色不早了 回去吃早餐吧 幼儿天儿 回去了 儿子见过爹爹 天儿 你学的是什么内功心法 七冲云天 七冲云天 燕凤阳一脸的震惊 燕一天点头 嗯 金爷爷乃是云天门门主 只剩年纪大了之后 他才把门主的身份卸下 七冲云天就是金爷爷创造的 儿臣自一岁半时 便开始跟着娘亲学习了 剑法与刀法是王杰宇奶奶教我的 四书五经是齐太妃奶奶教的 这一日 一家三口捉了一大桶的鱼虾回了家来 娘亲 我想叫小伙伴们一起吃 行 你还要吃什么 你说 烤羊肉串 现在天气太热 烤羊肉串吃了上火 吃了要烂嘴巴的 要不 今天吃紫苏焖虾 鱼肉丸子 羊肉丸子如何 有肉就行 烟羊肉笑咪咪地答应了 好 谢谢娘亲 要肉吃了 我们要肉吃了 宁一针白眼一翻 这姑娘 好似她平常虐待了她似的 春花与秋月则是笑得不行了 她家小公主啊 就是这么爱吃肉 真是拿她没办法 娘亲 我们要回京城了吗 嗯 我们今天就回京 你不想回去吗 你不是说 想你云姐姐与子安哥哥了吗 不是啦 娘亲 我就是没有跟大花小满 她们告别啦 一会儿路过她们家门口 你去道别吧 真的吗 娘亲 我真的可以跟她们去道别吗 当然是真的 言而有幸 言出必行 这是做人的基本 娘亲答应你了 自然让你去 只是呢 你有礼物留给她们做纪念吗 礼物 音音月想了想 娘亲 我有几条很好看的手链送给她们行不 你做的那个 对呀 就是我做的那个 有三条一模一样的 我们每人一条 以后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高点 太高点 秀玉姑姑 你用点力呀 秀玉出了一身的汗 公主 奴婢用了最大的力了 咱又就没力气了 燕音月觉得太不过瘾了 连围墙外都还看不到呢 秀玉姑姑这力气也太小了吧 秀玉姑姑 以后你给我得多吃点饭 多吃饭 力气才会大 秀玉心的 多吃饭力气不会变大 二十会变胖了好吧 民女萧真儿 拜见皇后娘娘 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萧真儿 这就是皇帝心中的那个白月光 虽然心中早知道她是什么人了 但是宁一针 还是装作不知道一般 你是何人 怎么会在宫中 民女萧真儿 是 是皇上 接入宫 宫的 皇上接入宫的 很骄傲是吧 宁一针还是一脸故作不知道的表情 皇上接你入宫 你是皇上的什么人啊 亲戚吗 故人 确实是故人 既然是皇上的故人 那与本宫并没有关系 所以不必过来了 你不是后宫的嫔妃 没有过来请安的必要 皇后娘娘 民女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想来我这里 偶遇几次皇上吗 要抢皇上请便 但请不要来打扰本宫的亲戚就好了 本宫很忙要打理后宫 还要教导孩子 没空招待你 小姑娘见谅 秋月 赏 皇上 您不要去跟皇后解释一下萧真儿的事吗 解释 你和孩子们都喜欢吃鱼 以后可以每天吃新鲜的了 皇上 其实何必劳师动众 鱼 宫外也有的卖 这样花费值得忙 皇上 宫中流传说 您亲自接近宫 您亲自接近宫的人 本宫作为皇后 虽然得替您着想 难道是我购问错了吗 若是错了 那本宫以后不再购问就是 那本宫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